位於台東我們這個南區 這裡是第三市場 好 這家店非常有名喔 每天呢這個客人都滿滿的 這裡好吃嗎 你覺得 好吃 有泰國的感覺嗎 好 這是什麼 而且他也是泰國人 那你翻譯給他聽 我以為 好吃 Good to eat Yeah 泰國零食 泰國零食 我們去泰國玩的時候呢 常常會看到這些零食 嗯 炸腿 麻辣鹹 非常適合配啤酒 這邊就全部都是泰國最有名的 perfect的餅乾 泰國老闆娘直接把它從 泰國整個系列全部搬回來 是泰式燒烤 可是一般泰式的家常菜也都有對不對 對 都是老闆娘她從自己家鄉 帶來開玩 喔真的啊 就是老闆從家鄉帶來的 對 燒鍋調味料也是嗎 也是從泰國進口自己再加 這裡面的湯是什麼 它這個湯是我們自己用 豬大骨去熬製而成的天然的高湯 其實這個銅盤啊 你不要看它好像韓式一樣 其實它是從 我們自己從泰國進口進來台灣的 真的啊 台灣買不到這個 對 這個是泰國製的 四種不同的豬肉是嗎 沒錯 那這四種豬肉啊 這個像這個第一個豬肉 這個是鯉雞豬 然後第二個是梅花豬 第三個是松阪 那第四個是乳花豬 光用聞的喔 你每天生意都這麼好 當然外面好多人喔 還是今天還算普通的 今天還算普通的 今天上普通的 沒有 更好的時候 雞肉 牛肉 豬肉 都可以 沒有海鮮的 那你比較推豬肉就對了 對 因為泰國人他們最喜歡吃的 就是豬肉 啊 了解 了解 所以我們是以豬肉為主的 以豬肉為主 燒烤店 這甜甜的就是那個 甜醬的 對 其實你們可以吃吃看 它的口感啊 因為這是我們手工製作的 然後我老婆 她自己有加入一些泰國的 辛香料元素 所以說它不沾醬就有一點味道 也很好吃 其實我剛咬到的時候覺得 就是一般就像蝦皮 吃進去裡面以後 發現裡面不太一樣 豬肉跟牛肉不一樣 牛肉稍微烤一下就可以 是 對 那我想要吃吃看它的那個 火條 泰式的鮮蝦草和粉 是手工的麵條去製作的 然後搭配上我老闆娘 自己做的醬料去做拌炒 你說老闆娘親自調製的 是 很像蒟蒻 對 它有點像蒟蒻 就是QQ彈彈的 而且酸酸甜甜的 這是泰式的酸辣炸雞 生的雞肉去炸到熟的 為什麼可以酥脆成這樣 我們果的粉也是 泰國進口的粉 然後它是直接 就是新鮮現炸 橘色的甜辣醬 它吃起來是酸酸甜甜的 酸甜酸甜 很好吃 你說這個豬是 鯉雞豬 沒想到沾起來 異常的好吃 我只要吃個醬 對 它是鱸魚嗎 對 它這個是鱸魚 我們都是新鮮去做現成的 這種酸酸酸的感覺 對 像極了在泰國 喔 這個應該也是必點了 做好一點 做好一點小姐 快點開放一點啦 太快了啦 我不會給你小肥有跟妳講 妳不給我小肥 妳看那麼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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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個 妳知道為什麼叫嘟嘟車 妳知道嗎 嘟嘟嘟 那就是嘟嘟啊 對啊 這裡嘟嘟啊 泰國的那個裝扮 為什麼妳穿得像我公主 我搞得像圓頂一樣 那是皇室 我跟妳講 非常得舒服 我們今天來這裡是他們的 泰國料理店 位於台中 我們的南區 這裡是第三市場 好 這家店非常有名喔 每天呢這個客人都滿滿的 特別呢 一定要跟大家推薦分享這家 是位於台中 我們的泰國料理店 它的場域分成內外 現在做外面的呢 它是在這個 有屋頂 對 好 微風徐徐吹來 這裡好吃嗎 你覺得 好吃 有泰國的感覺嗎 好 妳不懂 而且他也是泰國人 那妳反應給他聽 好 我以為 好吃 Good to eat Yeah 這個是什麼 這個泰國有這個嗎 因為一般我們是吃 韓式的那個銅鍋 我過去好了 韓式的也有 還有旅鍋的也有 泰國也有這個 那等一下我們店 要給這個來吃 對啊 好啊 老婆好漂亮喔 老婆吃泰國的哪裡 清麥還是曼谷 胡蚊 蛤 胡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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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也立名了 對 小孩好可愛 嗨 高姿耶 對啊 嗨 嗨 她長大就會知道 她曾經跟巨星講過話 對啊 國際巨星 泰國零食 泰國零食 我們去泰國玩的時候呢 常常會看到這些零食 泰國的零食很奇怪喔 隨便抓一包起來 都好吃 真的嗎 真的 你開了要買喔 就買啊 好 哥 哥有的是鹹對不對 好… 有點餅乾的耶 妳試看看 那就好… 對啊 嗯 炸水… 麻辣鹹 非常適合配啤酒 這攤妳在褲的喔 沒有喔 妳有沒有推薦哪一樣比較好吃 這邊就全部都是泰國 最有名的 perty的餅乾 真的喔 泰國老闆娘直接把它從 泰國整個系列全部搬回來 你看… 芒果乾 泰國一定有的 就等一下 等一下我要買一包這個芒果乾 沒問題 妳是老闆嗎 對… 妳怎麼故意在那邊 裝作不認識這樣 好 老闆好 妳是為了想開泰國餐廳 才娶泰國老婆 還是娶了泰國老婆以後 才開泰國餐廳 娶了泰國老婆之後 想要讓她有一個 歸屬感喔 有事幹才不會煩妳的 對啦… 這樣妳才會去擠不住 是 泰國就是妳老婆 哪一位… 妳老婆叫什麼名字 我老婆叫Sara Sara 很漂亮 很漂亮 妳好… 妳好漂亮 對 妳看所以她要綁月啊 對啊 妳賺到了 妳平常怎麼跟她講話 我聽妳看看 來 妳在日常對話 你哪問她說 明天我們一起要去爬山 然後要記得 該準備東西要準備好 然後用妳平常跟她溝通的方式來 就講 會講就是 明天我們會去海岸 所以妳要準備好 妳要準備好 真的嗎 不是真的 JUST KIDING JUST KIDING JUST KIDING OK OK 聽說這裡的美食喔 遠近馳民啊 最重要是說喔 它看起來都很厲害 但是呢 它價格很平民 很親民 是 說是泰式燒烤 可是一般泰式的家常菜 也都有對不對 都是老闆娘 她從自己家鄉帶來台灣 真的啦 就是老闆從家鄉帶來的 對 包括調味料也是嗎 也是從泰國進口 她自己在家庭製作的 我懂我懂我懂我跟妳講 差很多 這要純粹是泰式 泰式的那種材料才行 我們就到餐桌上面去 好 來用跳得比較快 來 來 1 2 3 好 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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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掌聲鼓勵 滿滿的一桌 泰式平民料理 說是平民料理指的是它的價錢 剛剛私下問老闆 兩千有找 一千 一千 一千八百多 大概我們平常熟悉的泰國 泰國的料理通通都有 這個 光點魚 但是我們不免吃了 還是會餵蘑菇的蝦餅 就像是咖哩 綠咖哩 然後這個 好期待喔 對 然後這個 摩摩喳喳 摩摩喳 你才是雞喳喳 雞喳喳 好 經典的甜點 這家店的名字很特別 它叫做 泰式燒烤 來 奧妮為我們再吃一下 泰式的銅鍋跟韓式的銅鍋 有什麼差別 那這裡面的湯是什麼 它這個湯是我們自己用豬大骨去熬製而成的天然的高湯 不加任何就是化學的 所以喝的不會渴 好 那我幫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其實這個銅盤啊 你不要看它好像韓式一樣 其實它是從 我們自己從泰國進口進來台灣的 真的啊 台灣買不到這個 對 這個是泰國製的 那它的特色在於說其實 我們它上面是做烤肉 旁邊是做火鍋的部分 對對對 那它特別在於說我們這個肉啊 都是用泰式的醃料去做醃製 這邊有像是我們老闆娘自己做的 甜辣醬跟海鮮醬 它這個很特別 它這個吃起來 這個是酸酸甜甜的 它這個是酸酸辣辣的 對 那它這個特色在於說我們邊烤啊 它的肉汁會一直往周圍滑 所以你的湯會越濕 那肉汁往旁邊滑一下 這個湯就越來越濃郁 是 我們有四種不同的豬肉是嗎 沒錯 那這四種豬肉啊 這個像這個第一個豬肉 這個是 那第四個是 四個不同部位的豬 各有不同的口感 你是在寧願我們 一直講一直講 不然你為什麼都不烤呢 我都不知道 一直講都不烤 我一直聞這個味道 覺得好香喔 你沒辦法一心二用喔 OK OK 這個美道菜光用聞的啊 你每天生意都這麼好 當然外面好多人喔 還是今天還算普通的 今天還算普通 今天還算普通 你外面都是人耶 對啊 外面還有人在排隊耶 還沒辦法一心二用 還沒辦法回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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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個句點這樣 來 妳... 那那個泰式銅鍋會烤牛肉嗎 會啊 我們有 也會 我們有 也有海鮮的部分 但你比較推豬肉就對了 對 因為泰國人他們最喜歡吃的 就是豬肉 了解了解 所以我們是以豬肉為主的一家 燒烤店 對 那你冰烤通室 我們可以一邊吃月亮蝦餅嗎 可以啊 對 因為有點餓 可以試試看 沒有 等你 等你行好 對對對 有點餓 我們先吃這個好了 所以說月亮蝦餅是台灣的 台灣的 但是經過 結果 結果泰式的這個加持以後呢 沾那個甜甜的 對 那甜甜的就是那個 甜醬的 對 其實你們可以吃吃看 它的口感喔 因為這是我們手工製作的 然後我老婆她自己有加入一些 泰國的 所以說它不沾醬就有一點味道 也很好吃 其實我剛咬到的時候覺得 那就是一般 吃進去裡面以後 發現裡面不太一樣 表皮有點像那個炸雞 表皮 然後炸雞腰酥脆感 是是是 來 泰奶 來 玉琳哥你喝喝看 泰國的經典 這個是 蛇皮果檸檬味 蛇皮 它這個是泰國的一種水果 去做出來的 有水果的 果汁 然後搭配新鮮的檸檬 所以它喝起來酸酸甜甜的 來 你先教你講 真的酸酸甜甜的耶 這個是 真正的水果味喔 就是有一點蔓越莓 或是紅石柳的那個 紅石柳跟蔓越莓混搭的那種感覺 是 我第一次喝到這個味道 它裡面還有一個 台灣沒有的味道 對不對 完全沒有耶 在台灣沒有任何那個 口感跟那個是一樣的 吃一點蔓越莓 對 有蔓越莓的感覺對不對 對 裡面它有一個紅黃的那個 你們可以吃吃看 它是 分子果汁 分子啥 它吃起來裡面會爆出來 像鮭魚卵一樣QQ的 是… 因為一般的泰奶喔 它好甜喔 甜死了你知道嗎 你的不會喔 甜但不膩 而且還有一種清爽感 豬肉跟牛肉不一樣 牛肉稍微烤一下就可以 是 對 那我想要吃吃看它的那個 果條 泰式的鮮蝦炒和粉 它這個一樣是手工的麵條去製作的 然後搭配上老闆娘自己做的醬料 去做拌炒 你說老闆娘親自調製的 是 而且那個材料來自泰國 很像蒟蒻耶 很像蒟蒻耶 對 它有點像蒟蒻就是QQ彈彈的 而且酸酸甜甜的 這可能是一盤兩盤會一直點 好開胃喔 這個是泰式的酸辣炸雞 生的雞肉去炸到熟的 然後… 果生生的把它炸到熟 哪個東西不是油生炸到熟 你一定會有手炸到熟 好吃 為什麼可以酥脆成這樣 這關鍵在哪裡 這個比那個外面那個素食店的 那個炸雞還酥脆 當然這個泰式的口味 關鍵在於它 我們果的粉也是泰國進口的粉 然後它是直接 就是新鮮現炸 所以說客人每次點這道菜都 大概要等大概 5到8分鐘左右 那來吃這個 你們看看要吃 鹿 我自己夾囉 你們可以自己夾 看你們喜歡吃的肉 可以沾橘色的甜辣醬 它吃起來是酸酸甜甜的 酸甜酸甜 很好吃 你說這個豬是 鯉雞豬 沒想到沾起來 異常的好吃 怎麼甜辣醬 很像我們吃辣醬的時候 淋的那個甜辣醬 那個偏甜 這個稍微有 再辣一點 對… 再辣一點 這個家庭湯 所以這個銅鍋等於是很多 特別是那個太極的朋友 他們來應該都會點 對 這個對他們來講 就像加上的一個回憶 檸檬魚… 我最期待的就是它耶 上面這什麼菜 它那個是芹菜 我是搬這個醬 它是鱸魚嗎 對它這個是鱸魚 我們都是新鮮去做現成的 那魚總不會從泰國運來的吧 那魚… 台灣的吧 台灣的 這種酸酸辣辣的感覺 對 像極的在泰國 這個應該也是必點的 那這個是酥五花 你們可以吃吃看 可以夾了 酥五花 酥五花可以吃了 比較薄 對 它比較薄一點 它的油脂比較豐富 這個 味噌的口感 我比較喜歡這個 我也是 比較好咬 比較好咬 好吃好吃 那我們來吃吃看 你那泰國有吃魷魚嗎 這個沒有 這個他沒看過 沒看過 它是現烤的 它是火烤的部分 它真的是冰冰冷涼的 你吃 OK 這個嚼勁 泰式冷盤 也非常好吃 涼飯的木瓜絲 它是鹹蛋口味的 來 我把它攪拌在一起 玉琳哥你可以就是一口 就是一點木瓜絲 然後鹹蛋這樣吃起來 它很缺配 好特別耶 青木瓜絲跟鹹蛋配在一起 我想不到喔 以前那個鹹蛋都是配米 它竟然是配青木瓜絲 真的泰國人都這樣吃嗎 加鹹蛋 對…他們都會這樣 他們都是加鹹蛋一起吃 好 那萌萌燥就萌萌燥 那個有什麼特別呢老闆 有紅色的一顆一顆這個東西 它是 它叫紅寶石 然後它是我們自己手工 包粉製作出來的 紅寶石在這裡啦 它其實它是一種蔬果叫做 碧琪 它吃起來脆脆甜甜的 碧琪 我第一次吃它這種水果耶 是有嚼勁QQ的 這個是椰子對不對 對 它是椰子片 本來是紅寶石 而且這個粉料還香香的耶 有一種香味喔 對 它是有泰國的一個 香香的味道 所以它跟外面又有一點不太一樣 又不一樣了 真的 沒錯 難怪你有沒有生意這麼好 是梨汁嗎 它這個是紅寶丹 喔 紅毛丹 就是脆脆一樣甜甜的 紅毛丹也是台灣有種的嗎 紅毛丹 紅毛丹 台灣的好像沒有 台灣的沒有 對 泰國進口的 對 泰國進口的 紅毛丹吃起來很像梨汁耶 想要吃泰國的美食 就來我們 泰式燒烤 正宗 道地的 泰國老闆 餵我們親自下廚 光看我們吃也不是辦法 有沒有什麼好方的 要帶給我們 給我們的觀眾朋友有什麼特別特別 有 我們今天的話 待會的話 我們就是會有 就是遊戲嘛 那我們只要值到多少 我們就是 就是只要來消費 我們就是送一杯泰式奶茶 給就是 就是在座的公司 直到幾點你就要送出幾杯的意思嗎 沒錯 來 我們來進行遊戲 好 常看我們節目的人都知道 我們會值兩次 然後兩個點數相乘 就是老闆要送出的杯數 那我們這個姿仔子常常 神明會 神明啊 來 請直出 六 六 六 啊 欸 欸 神明 神明 真的 第二顆 愛麗絲 好 來 愛瑞絲啦 愛麗絲另外一個 那換我喔 一 二 三 來 幾呢 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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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為什麼我怎麼就出六啊 六六等於 三十六 欸 我五十啦 五十 六六五十 你要三十六也可以 三十六或五十選一個 五十掌聲鼓勵 要殺你啦 要殺你 好 往吉祥大安比特 抽出五十位幸運兒 只要來天消費 或正免費的一杯 剛剛我喝過非常好喝的 泰式奶茶 太感人了 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老闆 對啊 謝謝 東西好吃人又善良 現在在那裡了啦 對 同宿街十七項二號 好 有機會呢 來這裡好好享用正宗道地 由泰國的老闆娘 為大家親自下廚 帶領她的團隊啦 做出來的道地泰國美食 好 歡迎大家來享用啦 今天非常謝謝我們老闆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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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名人出來玩 下次見啦 See you Bye Bye Too good for ever 字幕志願